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MiWi Facebook 和 IG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搶先看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LICO 今個夏天真是特別熱 最近每天都去到三十多 三十六七度 真是不想出街 不想出街留在家 最好和大家一起開玩具 今天我日後和大家拍片 希望今晚剪號給大家看 今天開我手上這隻 新生的青銅不姓意星馳 亦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隻 不知是否星馳特別出得多貨 我買的時候只是650元 貼近原價購買 所以我覺得比較划算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這個系列的原因 因為它有戰損甲 還有這隻是日版 以前的日版是會貴過港版 但是現在反過來 當然日版比港版便宜 好了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快點開箱看看裡面是怎樣 鏡頭一轉 當然看看盒子 這隻是新生的青銅星衣 這隻是星刺 也是這個EX的 一個天馬座 我相信星馳也有很多粉絲 後面就看到了 其實這次有三個棉雕給我們 也有招牌姿勢 這個就是星衣形態的樣子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箱看看了 真的不經不覺 其實這個系列是我媽媽 都比較早期買的 所以陸續就在一些 未有新玩具出的時候 就跟大家去開箱 因為如果粉絲們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擁有這個系列 因為我自己私心就真的挺喜歡的 好 好 那就看到它的聖衣箱 好 那就看看裡面的配件 因為其實今年它也出回它的系列 但當然就是沒有了戰損甲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差很遠的了 沒有一個戰損甲 好了 我們就拿它出來看一看 好 我們當然要先看看本體 待會就先看看 它是星衣形態的系列 拆開盒蓋給大家看看 好 好了 就打開了 近鏡一點給大家看看它們 首先當然就先看看本體 這個是一個EX形態的本體 另外一會我都會盡量告訴大家 看看配件哪些是金屬做 哪些是膠 方便大家去參考一下 好 首先看看本體 那本體呢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它是沒有問題 因為不夠夾 還有這個就已經看回了 已經是2012年的產物來的了 有10年了 其實它那個 這個我現在開箱那個 鬆緊度其實都偏鬆的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嗎 已經是這樣的了 不知道上當年的它 是不是也是這樣鬆的呢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很鬆的 但是也不怕的 因為它格方面其實都不算多 我都相信它可以站得穩陣的 是令到我有少少意外 因為我其實之前開過幾隻 都沒有這個問題 而升前這隻是特別鬆 但是不是說腳軟的 腳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腰部的部分 很鬆 頭部的位置其實也是很鬆的 是很鬆的 那好了 那先把它放進去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看 它正常夾的配件 那肩膀的位置 這些都會是金屬的 好 基本上主要的套夾 它都是金屬的 這些配件 腳步 接着战选甲 我很欣赏战选甲 战选甲会有面雕 另外再跟三个样子 可以近一点看看 手方面有三对手 另外再跟着 头盔是普通胶 这边是战选甲的头盔 空甲 空甲当然是金属 肩膀 腰带 腰带位也是 肩膀带位置 另外还有头发更换 因为战选甲可以戴上头盔 再看看正义甲 正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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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我砌这个圣衣形态的时候 其他的圣衣都不会拆得太散或者太难砌 反而这一只是一个很不尋常的天马 因为这一只它的件数可以拆成14份 我想应该在五小强当中 它是一个拆得最散的一个 亦都是在我算是这么多个圣衣形态来说 它这个就比较特别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继续砌圣衣形态给大家看看 很快就砌好了圣衣形态 老实说相比其他四位青铜圣斗士的圣衣形态 它就比较平凡了 大致上全只都是全颜色的 是有少少的金黄色去点准一下 而它的姿势就是四平八稳 四脚平平 不会像人马座或者八脚马 这样抽起头 又很有气势 当然大家都记得 其实它已经是几十年前的设计作品 相对来说 都算是这样的了 好了 我们就会帮它穿一套圣衣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今天开这个圣衣 当然就要拿回我自己拥有的圣衣 去做一个比较 给大家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不如首先说一说由左手边开始 这个最终青铜做一个比较 这个是一个近来最新出的 在2021年5月出的一个产物 我自己就觉得它是很完美的 拿来做一个比较 就相对就没那么公平了 因为始终是最新的产物 和差不多十年前的产物 去到右手边 就有我们的安全帽系列的圣翅 去到中间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有一个战损衣服的新生圣衣 好了 我们就近镜看一看 其实呢 我自己就很满意今次的设定 我觉得自己放得很漂亮 不知道你们觉得放得好不好呢 那我们就不如近镜 好 刚刚就看了这个圣衣形态 就看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个十年前的产物的战损甲的星似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一点都不弱的 不知大家又喜欢哪一款呢 去到这个安全帽系列了 最后就是比较新的这个最终青铜 其实看回我的影片的view数 其实这个最终青铜 都挺多人喜欢的 这三个不知你们又最喜欢哪一款呢 在留言和我说吧 那我们现在又再去放另外一些姿势 给大家看一下啦 那接着呢 就放一个天马楼星拳的起手式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为什么呢 一个面雕就向左 一个面雕就向右 不过呢 它的气势是不错的 唯一有样东西就不同了 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产物的分别 大家看到吗 十年前的作品 脚是非常之软的 而且呢 其实摆起上来呢 幸好因为它的胶不多 就不会说会跌 那些这样的 而且呢 就算新这个素体 它那个大腿也有密胶 它都不会影响到它 站在这里的问题 亦都不会有脚远 这个是真的值得一赞的 所以我知道了 其实很多粉丝们 都很喜欢它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给它的评价是很高分 是真的值得拥有的 那 虽然两个都是EX 但是 真的时间的洗礼 令到 这个的战选甲 真的平衡 就真的差跌跌了 那好了 那我们呢 就 再放最后一个姿势 给大家看一下 哈啰 差点不记得近镜给大家看一看它们的分别 那看看我们今天的主角 刚刚我都提过的了 那它的面雕呢 就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那其实是眼神那里 那方向不同的 那战选甲 我们继续了点 这个呢 这个眼神的方向又是不同的 那可以给大家看 那我们真是 放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姿势 给大家看看 哈啰 去到今天最后一个姿势了 那就拿回三个星座出来 顺便呢 就可以和大家做一个比较之外 其实呢 随着年代的转变啦 其实天马楼星拳呢 其实天马楼星拳呢 的姿势呢 都有不同的 亦都有各自它们的不同的特色 那呢 我就放了它们出来啦 那呢 其实它们的技术水平呢 都真的越来越高啦 那令到它呢 摆的姿势的形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 现在这个最新一只的星座呢 其实它的脚位呢 其实应该做得到比较高的技术少少的啦 那三个素腿呢 其实因为不同年代年份出啦 那所以扭出来呢 可以做到不同的特色啦 那大家看到 有些历史的 刚刚都跟大家show过的啦 它的脚呢 就真的比较软一点啦 就做不到这种 就是比较有型的姿势呀 那大家可以看到个分别的啦 那大家最明显看到啦 它的个马步啦 那就是 就会真的稳妥很多的啦 越新的就 那当然啦 亦都有其他的teamer做出的啦 那迟些呢 我可以呢 再通大家去一一探讨的 那今天呢 终于终于一尝我的所缘啦 终于开了我的新生省衣啦 那迟些呢 我们就再拿它们出来 和大家去分享啦 那好啦 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去到这里啦 那如果大家都喜欢我这些玩具开心片 大家记住给点支持 like和share一条片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 那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呢 也要是